大家好 我是五仔 这一节讲的恩子丹 是否宇宙最强 请大家给个赞 支持一下 近期他就是那个 什么奖 我已经记得了 脑子真的没用 但他其实没有份取的 他出来阴阴阳阳阳 被人联署他依然是出席 是 什么事 今天看他的旧访问 你这么好打 他说 他说我拍戏受伤多 为何? 他说真打根本没有人连到他身 我和阿飞龙哥说 这个新闻真的好笑 他说他这样说 如果你每次像叶敏一打一百个 每个人拿着刀来追你 我相信你不受伤 死了 你这个恩子丹说话也挺牙策的 说到娱乐圈 哪几个人最好打 他说了四个名字 究竟 关不关成龙事 另外出道这么多年 都红不起 一定有些原因 后来一套业文令到大红大纸 究竟是什么原因 我们要交给娱乐圈的活力士 穷菲龙先生 看看他有些什么 和大家解释一下 交给你 不关心 大家我是菲龙 今天想讲恩子丹 其实恩子丹近代有很多人说他 因为早前他的言论 令到有十万人联储 抵制恩子丹出席奥斯卡 但奥斯卡仍然被他出席 搞到风露了 不過今天我的影片主要不是讲这个内容 就是想讲一下 他自己谈及过娱乐圈有哪些人不为高强 而这些人都觉得自己 其实也不是一定会打输给他们 虽然他也觉得高强 另外 在初到的时候 为什么不可以红呢 他自己有评价他自己的 他当时因为有些事情不懂做人 所以就这样 我想讲一下恩子丹 那么多年来演戏之下的受伤 令到他有什么伤患 或者有什么惊险的场面 差点命都没有 在这部影片里面 95架奥斯卡金像奖颁奖例 当日恩子丹终于出席 丹人隐言 介绍杨子瓶演出那部电影 Everywhere everywhere All as once 奇异旅合挽救宇宙 介绍这部电影的原作歌曲演出 之前大家都知道 恩子丹接受过访问 就说香港反送中运动是暴动 而引起争议 有10万人在典礼之前 廉署要求主办单位 美国影艺学院正式此事 撤回邀请 但是最后 你见他仍然在台上 其实真的有人走出来示威 去到现场示威 但是发觉原来奥斯卡班长禮附近 已经被封了几条路 封路情况 香港也没封得那么厉害 当然有人问 需要保随欣子丹封得那么厉害呢 那又不只是欣子丹的 你知道吗 那天班长禮 其实也可能还有其他人 他们为了安全起见 让人封掉了很多路 好 言歸正傳 說一說 欣子丹怎麼看呢 香港最巔峰那時功夫電影 那時時期有什麼武林高手在 其實電影界裏面也不少武藝高強的人在 由黑白變開始素氣 有劉家良 洪金寶 有梁小龍和周比利 我想他覺得這四個已經是最好打的人 80年代那時功夫電影就是洪金寶 成為最紅 然後90年代李連傑 還有趙文卓那時也有演王飛鴻 那段時間 欣子丹也還未 及得上他們的知名度 當時欣子丹怎麼看自己呢 欣子丹說他覺得自己的功夫真的很厲害 不要說是不是比他們先比他們 起碼一定不會比他們先差 還有他說起碼有自己的個人風格 不過那段時間始終都遇不到一個百樂 不止這個問題的 他說那段時間其實自己也有些東西不是很懂得做人的 因為他說這行呢 要人家喜歡你 不只是自身的實力 要人喜歡你 所謂的人其實是包括觀眾的 你要在螢幕上讓觀眾看到你的魅力 怎樣看到一個很成熟的象徵呢 其實我已經到80年代印太丹已經去到 但是一直 在一開始沉迷每找 它到了90年代也還沒到 200年左右 才能找到自己在那步 zehn年之前私絤拍攝 不知自己拍攝甚麼 就算自己有的任何幫助導演 他也不知道自己在修演什麼 當時還沒有找到自己 應該走一條甚麼走 當時恩子丹開始明白自己有一個問題 很多時候練功夫的人 特別打功夫厲害的人 都比較自我的 但是你做一個藝員的話 演出的話 其實你是要聽人說 你不能太過自我 跟他一個功夫厲害的人的性格有點抵觸 有時候你要有得露的話 周圍跟人說哈哈好信仁義 但是他當時仍然覺得自己很強 強過眼前的人 那怎麼可以這樣做呢 甚至有些人說當時眼見 跟任何人都比沒有過 他覺得可以比也有比的 他沒有說誰 他每個人都沒有輸過的 如果說打他應該是挺好打的 最慘的是強不是一個問題 但強得你不會做人 變成有時候好像太強的東西 反而好像是傷害了人 他不是說不一定是打人 他的個案 情況就好像是戰豬 你看到戰豬你不敢走過去 他當時恩子丹也有少少這樣的氣場 很多人都不敢走過去 所以這樣之下他就失去了很多演出的機會 所以有一天他開竅 他不知怎麽樣 當好像月球那樣看下來 見自己其實 他自己只不過是一顆顏色 那時才知道自己其實也是太渺小 身邊很多東西比他自己更加重要 那時他就開始周圍觀察 除了治安中心之外 還要觀察周圍 那時才發覺自己演戲開始開竅 他開始鬆一點 做戲的時候不是每次要那麼緊 周圍的人看他就開始不同了 有一段時間恩子丹有去過荷里活拍戲 那時也有一個不錯的經驗 學會那邊的拍戲認真 制度上的東西 他說當時你設了一個華人去到外國社會 也是找你主要做你自己華人主要強的那一行 當時他有很多時候做武術指導 拍戲那一剎難 很多時候都令到當地那些 攝影師或者導演都要服他 而且他要學會如何平衡處事那些東西 例如有些動作 他會跟那邊的導演說 通常如果要拍的話要拍三天 但是導演依求他兩個小時要拍攝鏡頭 兩個小時都可以的 但是又要這樣就回 都蠻好東西的 他說到他現在自己拍戲也沒有人幕前幕後 你要繼續在這行有得做的話要懂得隨機應變 不是只有自己那一套 要配合能力那一套去怎樣做好這件事 例如在外國有個導演要求他補一個 close up 即是近鏡頭大特寫 一腳踢到對方的頭上 在香港通常 就拿一隻手 上對下就扮成這樣踢 但是在外國 那些導演竟然要求他真的用腳踢過去 用腳踢過去就很容易踢中一個演員 他還說要 擺幾部機在一起 基本上他是沒有怎樣走斬你 做得不好的話就很容易穿奔 但是他最後都配合到整件事 交談裏面都覺得恩子丹 拍戲裏面都懂得怎樣走斬 始終電影都是群體的工作來的 有時候你都是要互相的配合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恩子丹其實自小就在唐人家那裡長大的 本身又懂些功夫 被問到 在外國生活 會不會遇過一些鬼仔在欺負他那一剎會動手呢 他自己說一個男生經常出街就一定會有的 沒有正面地回答 但是說難道他經常躲在家嗎 這樣非常不健康 加上當時他是一個武癡 以前他上學是穿著唐衫裝 戴著黑超 自己鋸了雙折棍 還會繩穿著 插在當時很流行的場面 他以前就是這樣發學的 所以同學一看到他的外形已經覺得 是 Busley來的 當時很多的老師面前表演過 還跟老師說 你站住吧 我踢你三腳 好像假裝李小龍那樣 覺得自己很厲害 但是說實話 這些李三腳沒有人教他自己學回來 當時雙折棍也是自己學的 苦學雙凝拳也是自己學的 當然有看書啦 不然看完書之後自己學回來 恩子丹說他當時 例如他學了一些紅拳 自己學 在唐人家裏面跟武冠的人切磋打 打得比武冠的人更好 比武冠的人更好 人家學回來也不夠他自學得那麼厲害 本身恩子丹天生已經有武學的天賦 問到他自己那麼厲害 有沒有打傷過人呢 笑一下就算了 有幾傷 傷不傷不是呀 恩子丹說 有幾傷要被他打 而那些人才知道 恩子丹說他最後沒有被人拘捕就可以了 另外恩子丹說他自己的電影裏面是不會有渣流灘的 很多時候呢 由早上第一個踢打到晚上最後的踢 不停地打 其實呢 亦不停地 損耗自己身體的 很多根 骨 毛毛毛損損 他說自己身上的傷 多到他自己都數不到 基本呢 拍電影的傷是嚴重過他真實 跟人打架的傷 那當然啦 真實沒有什麼人打得贏 所以就沒有傷 動作電影呢 很多時候呢 都拍到踩界 差不多是跟死亡邊緣 只是一線之差 例如他已經守舊那部電影 要去長白山拍攝 那裏成零下二十多度 當日其實已經做好了防水 防寒的準備 身體已經黏了 周圍 防水和保暖 而且拍攝之前 喝了幾口威士忌 熱一熱身 那次的鏡頭其實是在河裏面跳下去的 就要找孩子的 一拍攝之後就開始演了 演的演 發覺其實是入水 入水就很糟糕了 當時是零下二十多度 但是呢 又不想那個鏡頭浪費了 因為如果那個煞臘器放棄的話 整件事重新來幹 他也覺得很麻煩 所以呢 頂眼上也要拍攝那個鏡頭 死頂了 頂到某個位置真的頂不住 他就整個人彈起了 工作人員立即跳下去 拉上岸 他扯到上岸的時候 因此他已經不停扯敲 是啊 因為零下二十多度 還要浸在水裡拍攝 當年拍攝大台 也試過有一次 都很嚴重的 當時拍攝的一個鏡頭 就是說他在六樓跳下來的 當時當然有吊威亞 有兩部機 一個就是Wide Shot 另一個就是Cose Up 導演當時也要跟他說有兩部機 一路機開拍 一放醒 因子彈就發覺出事了 所謂出事就是發覺威亞的出道太快 而下面有輛車就衝過來 當時拍攝 這樣一放下去之下 他就馬上知道大件事了 一磅就是 人腳踩爆了車的擋風玻璃 還要馬上順暖的 當時他的右腳 腳會那裏的骨 完全裂掉了 所以現在他的腳也有塊骨 後來沒有辦法 坐輪椅 導演也要為他繼續拍攝 只要把劇本改了去坐輪椅 那時候有件事令他真的生氣 剛才還沒說本身有兩部機拍攝 一部拍Wide Shot 一部拍高濕 誰知道原來當時其他導演的負責人 為了趕時間拿了其他部機拍攝其他東西 做這個動作那時候只有Wide Shot 所以鏡頭裏面根本就看不清楚那個是不是他來的 就是一顆矮那麼小 但是又要做一個那麼危險的動作 另外去拍葉問那時候 很多時候看到葉問出一些連環拳 然後又打十 這樣是不是很英勇呢 他說 看就很好看 一停機那一剎那 叫工作人員不要碰他的手 因為那一剎那做完的動作痛到他飛起 拍葉問3的時候 跟張進打 雙刀 在拍那一剎那 導演不停要求 可不可以再貼一點再貼一點 那一剎那因為 葉問要強勁 刀斬過來那一剎那是不可以斬眼 只是一直睜著眼在打 那次對方就失手了 雙刀那裏 還要弄得一剎肉 好像是鼻樑 不是一隻眼 但是鼻樑整剎肉 撇了出來也算得很厲害 但是現場也還要繼續拍 即是說現場沒有家報 連了家報之後繼續拍 最多用電腦特技 後期把家報弄走 欣之丹說他有一個肩膀 其實當年拍第二部電影已經傷了 已經是變了型 所以現在欣之丹的右手 舉起右手的話 他真的伸不直 我看到原來做動作演員那麼慘 為什麼他伸不直呢 因為其實沒有了印帶 所以手就變了型 因為欣之丹拍起那麼多傷患 所以他說 每一晚睡覺都會寫五、六次 因為他不可以全晚 一個緊一個姿勢睡覺 所以他不停轉姿勢 一晚裡面 即是每晚睡不倒 也挺慘的 如果那一段拍戲壓力大一點 他整身都好像抽筋抽光 尤其是腰是最差的 但他說也算是這樣 起碼仍然 做了動作打倒 至少觀眾看不到他有事 但欣之丹說他現在拍打電影 打一天就會痛三天 也沒辦法了 傷患加上年紀也有差不多 欣之丹說到他拍葉問 用了十二年拍了四部 他說他已經覺得拍文初的功夫片夠便宜了 而他本身他自己最喜歡 就是拍時裝的動作片 例如殺破狼 杜火線那些是他最喜歡拍的戲種來的 不過後來他想想想 他就覺得 江湖俠二片都沒有拍過 才想起 拍喬峰這個故事 不過電影 時間有限 所以他會變得 情節都改動得很大 1956年的時候 就想圓一些自己的導演夢 所以那一剎那他推了很多片日 自己投資去拍一些電影 但是他那時有人拍得很忙 都不太記得自己的戶口 原來我都沒有錢 他心裡說拍到最窮的那一剎那 試過戶口只剩下100元 連吃飯盒的那一剎那 也要製便請他去吃才行 可想而知他喜歡電影 也喜歡到這樣的地步 他說那時還借了幾十萬桂里 不過很快就還回來了 好 今天的娛樂新聞就說到這裡了 遲些再分享其他娛樂新聞 就這樣啦 拜拜